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补人,这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 孔子说过过罪于天,无所导也。 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又为天理。 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于所佛者,天厌之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 上天就会唾弃我唯唯乎。唯天唯大唯大啊,只有天最高大。 天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 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忍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精骨,恶其体肤,空伐其身,情浮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增乱其所不能。 道大道无情,生欲天地。 大道无情,运行日月。 大道无明。 将降万物,无不知其名,向明曰道。 新晋经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日记事也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 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 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 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 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 常常会带着期望说谋事在人,成是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当事情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若事情已经绝望了。 我们只好看其天不从人愿,最后事情若起似回生时。 我们会高庆地说天底昭昭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 如空中有许多点或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 虽然看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便是。 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 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 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泡汉宇宙何为尿自然? 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 有一位真神派出,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道派出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新约约翰福音第一,三圣经创始起,1.01分。 写出神创造天地。 GENERAL ONE COLON TWO 必是空虚混沌冤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GENERAL ONE COLON THREE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GENERAL ONE COLON FOUR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GENERAL ONE COLON FIVE 神称光,为咒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宅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宅老母娘。 明明上帝,老母娘。 生天生地生万物,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 又称无生老母,又称明明上帝。 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 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 因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 就如大雅所说的因之为丧尸,克配上帝。 诸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 小雅上说,按情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 即使诸子和橙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 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 基督教替邪规政论,第五六页,老母娘清静今云,大道无形,生于天地。 可知天地之源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 道德经,守母章第五十二天下又是,以为天下母。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陌生不代。 皇母殉子十戒,三戒为道独尊或独尊,生克制化老身份,三戒十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五。 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信佛,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他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之士的身上。 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天主佛于自信佛,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里面时,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约翰十七二十一,道德经混成章第二十五,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及其辽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代,可以为天地母。 无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强为知名曰大。 大曰是,是曰远,远曰返。 不道大,天大,地大,人一大。 欲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人。 大曰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我的名在外邦中,地尊为大。 在各处人地,奉我的,明烧香马,拉基书一一一,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一大。 道德经会成章,第二十五,皇母,老母,娘及世,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皇母,天父,天上的父业,和华万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明上帝,到真理。 老母,娘,慈讯,明明,灵灵,一殿,光上帝,四,而真宝藏,无量,慈怀,传一旨,清虚,大化,旧元皇,至尊,无上微,灵,理,至圣心,法,父贤良,三界,法,与慈云,不施方。 共母,朝母,娘,万灵,归,跟乐,欢喜,真,宰,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一殿,明明,上帝,圣靠之义,以明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 所以明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 上帝及宇宙的最高主宰,他是诸天神,圣三是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 他,不再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声欲天底运行日月,掌养万物的大主宰。 在人而言,亦如无人本具之本性良知,如碧瑶之大人,于顺之大小,下宇之大公,文王之大德,周公之大财,老子之感应,孔子之忠树,世家之能净,耶稣之博爱, 穆圣之清真,观音之道词,世智之喜舍,文书之大财,普贤之大行,尼佛之平直,观圣之刚正,纯阳之虚名,五穆之经中等十方众圣,三是诸佛,一片奥义妙底,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底, 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上帝的性体尽虚空天法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看不到的一切,全是上帝所奠现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上帝的灵光,大而无, 无极,范围天地,笑而无内,细入无间,凡是日月星辰,江海景泉,白云彩虹,玉露霜雪,一花一木,一草一蛋,宇宙森罗万象,全在上帝的性海中, 无量心虚形容明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根本,无量妙行之本,处,无量功德之源头,是真空尿有,虚灵不灭的, 至尊至圣是尊从其位为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净凤其德是圆容完美无缺的,三界十方,三界是指玉界色界无色界,十方至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上下, 要上帝的性体尽虚空天法界无所不在, 三界二十八天图万灵真,在说明上帝的圣灵,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细入无间,为万有之本源,万化的真主宰, 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实,在传统道场义要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义母字为代表, 其意义主同明明上帝,具有行上义与行上义,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 三界十方万灵真,在至尊至圣无量心虚言,其本体尊崇其未尽凤其德, 在主其尊用在万灵,便不衡用在补补言为犯其极情容,其大说明, 其相明明上帝母字与母同应同意,自行与母母字相近, 母字的形意,一点中加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 体用合一位母,有体无用则至空,有用无体乃之相, 集体及用集用集体,体用合一,集是佛也, 二点点代表无极,点代表真如本心,三点中线拉直透出圈外, 表是超乎太极之外,贯乎太极之中,四点母字正转九十度, 表是天天灵性之母,天天母,内外灵主在,灵性之母,清无形,永久之如来自性, 太极字的形意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两点是阴阳,代表用, 从代表无极,动生阴阳从直心,代表真如本心, 太极图各教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 一点如教天上天上帝明明上帝为皇上帝等, 中庸交涉之礼,所以是上帝, 天命之畏性, 诗经小雅,明明上帝,昭灵下土, 大雅上帝灵辱,无二耳心, 书经康告为皇上帝,将忠于下明,若有恒性, 二点佛教大日如来疲独,遮纳无声等, 法华文句会本法身如来明疲独, 此番以片一切处, 谈经一问品,若物无声顿法, 见西方旨再岔, 大日经书一云, 犯应疲独遮纳者, 是日之也明, 即除安片明之意, 也, 同时六曰所谓疲独纳者, 日也, 如世间之日, 能处一切暗明, 而生长一切万物, 成一切众生事也, 经法身如来逆复如是, 不以为欲也, 三点道教无道无其天尊等, 道德经有物混成, 先天底生, 及其辽息, 独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待, 可以为天下母, 无不知其名, 自知曰道, 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四点夜教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 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 无点回教阿拉真主, 无可兰经眷, 一奉大人大慈真主之名, 六点先天大道, 无生老母, 明明上帝, 无量清虚, 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 真主不理,